来看到在苗栗有六名女子 她们结伴要到高台山去爬山 结果一次导航导错路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你靠着导航就导你到巷子里面 导你到山区的这个偏远的道路上 结果没想到这群人他们也是一样 车子就误闯别人家的露营区了 当下要回转离开时 露营区的老板就拦车来理论 而且一度要把大门给关起来 他听到了驾驶说报警了 老板还冲到了车前锤打的引擎盖 而这爆气的画面 也被行车记录器拍下来 露营区老板冲到一部红色轿车前 双手猛力锤打引擎盖 车内六名女子吓到不行 在这之前老板还一度要关起大门 不让车子离开 老板爆气的画面全被行车记录器拍下 整件事的起因是因为车子误闯 女子们结伴要去爬山 结果车开错路 尽管女子们一直道歉 但老板不领情 不但一度要关起大门 听到女子们说报警了 更气到垂车并追上前把车拦下 女驾驶说导航导错才会开到露营区 她说当时只有回转 没想到居然被挡 行车记录器画面看起来 驾驶确实稍微有往前开 但车速不快 女驾驶对露营区老板提高妨害自由及回损 一个要去爬山 一个开门要做生意 双方因为误闯这件事搞得乌烟瘴气 记者苗栗新竹综合报道 桃月有两名男子日前在KTV外户欧 被巡逻的远警压制带回警察局 没想到事后其中有一个参与斗欧的男子 他竟然在脸书社团po文 还控诉警察执法过当想要吃案 甚至他还附上自己的受伤的照片 后来警察看到这个贴文之后 就公布了执法的画面 打脸了这个po文的男子 他的受伤根本就是假的 现在要一法就办了 警方好声好气 规劝起冲突的民众 没想到才刚讲完 双方又打成一团 警方看到冲突再起 立刻上前将冲突双方拉开 并压制带回警局 原本以为事情就此落幕 没想到其中一名贪语斗欧的男子 竟然在脸书上po文 控诉警察把他靠在警局中 轮流殴打还企图吃案 让他求助无门 文章内容指证丽丽还附上 意愿的减伤单和笔情脸肿的照片 但其实一切都是假 前17画面中参与逗欧男子进入警局时 脸上就已经有明显外伤 另外警方也公布密录器 打脸po文男子 无难进入锁内时 脸上病已带伤 且远警询问时 既指出是朝起有人殴打受伤 网路po文内容虚过不实 刻意丑化警察团队形象 男子酒后失控护欧 还上网po文讨拍污蔑警察 现在不但脸被打得啪啪响 还要吃上官司实在活该 记者刘志展张志仁桃源报导 另外来看到桃源中立在深夜 突然惊传有土质的爆裂物爆炸 这当下发出了巨响跟强光 住户都吓了一大跳 而火调科到了现场之后 也锁定了特定对象 他说是因为跟朋友酒后发生争执 才会跑到住处去放了大龙炮 深夜时分宁静的巷道内 砖墙旁突然出现火花 接着爆炸发出强光和巨响 连续两次爆炸 把附近住户全吓了一跳 桃源市中地区博爱三路一带 深夜11点多传出有土质爆裂物爆炸 惊动附近住户 消防局获爆后派出火调科到现场采验 初步判定为大龙炮并非土质爆裂物 警方锁定特定对象后 很快将人逮捕 点燃大龙炮的中性犯贤共称 当时饮酒后与友人起争执 于是到友人租屋处附近故意放炮想吓下朋友 警方加因公共危险及恐吓公众罪嫌 将中性嫌犯喊请桃源地检署侦办 记者刘志产张志仁桃源报导 好 仔细来看这个画面咯 你可能发现有一些蹊跷在里面 这男子带女儿到早餐店用餐 总共要80块钱 结账的时候他假付钱 争赖账动了手脚 仔细来看一看 男子走到柜台前拿出一张百元钞票结账 并趁着老板低头找钱的瞬间 火速抽回桌上钞票 拿到老板找到零钱后 男子便快速推着女儿想离开现场 老板惊觉不对赶紧叫住男子 事件发生在4号早上11点多 回应男子带着女儿到早餐店 喝点一份鸡腿饱和饮料 总共80元 结账时却偷动手脚想贪小便宜 事迹败露后还嫌小灯手气怒呛老板 夸张的行径全被监视器给拍了下来 老板时候表示 做早餐店很辛苦是小本生意 如果没有遭到威胁 也不会发到网路上爆料 网友也纷纷留言怒呛 痛皮女儿就在旁边最坏的身教 人格只值80元 这件动作很熟练 是不是常用无音手吃免费早餐 我觉得在小朋友面前 本来就不应该有这样的行为 况且我觉得这么小的一个金额 有必要做这样这么坏的示范 我真的觉得很可惜 对于小孩的教育 真的不至于到不信任客人 一分八十元的早餐看情人品 男者身为人妇 却在女儿面前做坏榜样 夸张的行径 民众看了都只摇头 记得刘智展谢淑雅 桃园报导